哈喽大家好,我是饕铁 相信开学以后很多家长都会头疼早餐给孩子吃什么呢 今天饕铁就给大家分享个营养又好吃的早餐鸡蛋饼 做法非常简单,几分钟就能搞定 首先取一颗新鲜的包菜 去掉外面一层老叶后,切下包菜盖 从中间一切两半,再切成粗一点的包菜丝 切好后收进盆子里 胡萝卜半根切成胡萝卜丝 喜欢吃的可以多切一点 切好后也收进盆子里 再来半碗切好了小葱花 打入一颗新鲜的鸡蛋 加入半勺食用盐,半勺鸡精,半勺五香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一定要好好的搅拌搅拌 让每一根蔬菜上都均匀地裹上一层鸡蛋液 再加入30克普通面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面粉的量不要加的太多了 能让食材粘在一起就可以了 要不然会影响口感 加了面粉之后搅拌起来会非常的费劲 这个时候一定要搅拌均匀了 搅拌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给电饼秤刷一层适用油 油要多刷一点 这样烙出来的蔬菜饼才能更加的好吃 然后将搅拌好的食材夹进电饼秤中 这个时候的电饼秤是不需要开火的 用筷子将食材整理成一个鸟窝状的圆圈 一定要把圈弄紧实一点 方便咱们下一步操作 中间部分要留大一点不能太小了 整理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给每一个鸟窝里打入一颗鸡蛋 倒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防止蛋液留在外面 咱们最好是先把鸡蛋打进个小点的晾杯里 然后再倒进鸟窝里 这样就算有坏的鸡蛋 咱们也能及时的发现 盖上盖子后烙至两面金黄就可以出锅了 剪开盖子用铲子将蛋饼翻一次面 让蛋饼两侧瘦弱更均匀一些 盖上盖子后再烙一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用铲子将蔬菜鸡蛋饼铲出来放在案板上 用刀切成两半后就可以装盘开吃了 不仅好吃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 每天早上起床吃一块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整天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尝试吧 我们下期再见